2014年8月,中国南海之宾 66岁的袁可舅正准备带着孙子袁海辉进行一次旅行 这是一次跨越整个中国的旅程 他要让孙子到祖先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 那是一个和自己现在居住的村子完全不同的地方 袁可就是广东省赫山市肖乡村乡村卫生所的一名医生 这个村庄几乎所有村民都姓袁 袁这一姓是极为罕见 据统计全国仅有三千多人 据说肖乡村原是最早的祖先 可以追溯到一位生活在公元五世纪的鲜卑王子袁赫 鲜卑部族起源于今天中国东北部大兴安岭 与内蒙古草原的交界地带 中国长城的建造者不都是中原的汉族 不少游牧或渔猎民族入主中原 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之后 也都修建了长城 鲜卑部族建立的北魏 是最早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政权 袁赫是突发鲜卑部的王子 北魏王朝建立后 这一部族投奔北魏 被封为西平王 并次姓袁 亦为同宗同源 袁赫就希望将鲜卑人的历史告诉孙子袁海辉 可是十一岁的小孙子显然对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历史毫无概念 忧心之余 袁赫就决定带着孙子 到先辈人最初起源的地方 进行一次旅行 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祖孙 在历史上的功绩减到之后 所以我要用我们的祖孙知道自己的过去 内蒙古厄伦春旗的这个巨大山洞 是祖孙两人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地 小心 在高出平地约25米的峭壁上 袁赫就找到了这个天然山洞 上世纪八十年代 正是在这个面积约两千平方米的山洞内 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段明文 明文的内容证实 这个山洞是北魏皇帝认定的祖先发祥地 在这里 远可救祖孙 为鲜卑祖先献上一捧亲手采摘的野画 鲜卑人最早生活的地区 是森林和草原的结合地带 游猎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 如今在中国东北 生活方式和鲜卑人最为相似的是厄伦春人 环境保护的需要 使得厄伦春人早已放弃了游猎的生活方式 如今只有在一些山林的边缘 还能看到少量画树皮搭建的房子 但是眼前这与南方家乡 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显然让小孙子袁海辉有些兴奋 他主动要求厄伦春手工艺人 教自己制作咆哨 这种用画树皮制作的哨子 是大猎师用来吸引猎物的 又烂了 没事 这个你看 你已经扒得挺好了 好 出现 吹 吹 这么抓 这么抓 吹响 吹响咆哨 是游猎部落的男孩子们必备的功课 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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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内外 族群的迁徐自古至今一直在发生着 长城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洗礼 见证了人类为避免战争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长城拒绝征征征服 但从未拒绝交流 保费和平 保护文明 保障交流 是长城永恒的主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